请 齐太医 永连刚都会写方殿 怎么孝正又犯了 回娘娘话 原先二二哥的孝正见好 可是入秋后天气难免反复 罪易触发孝正 二二哥是日夜读书招了两起 又见情绪紧绷 故人笑证发作了 皇后娘娘 协方殿 怎可与您宫里相比 从前是您悉心照顾 二二哥才见好了 是啊 娘娘 二二哥挪回协方殿 照料二二哥的人 又比三二个少了一半 不如 还是挪回长春宫 由您亲自照料吧 这可使不得 娘娘 二二哥病 现在越发地厉害了 在此之前千万不能挪动 否则的话 那只怕是 只怕什么 您可别吓着喷空 娘娘 二二哥的病 怕寒气 怕晨许 若是能一路保得明天夏天 便大有转机 在此之前 必得小心再小心 若听启太医的 若听启太医的 那臣去开药坊了 若 不许可别的 不许可别害怕 小伙子 都会不得着 本事 不许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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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伍者 不许可别 这 自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别放风筝了吧 少放一回也不打紧的 不行 天快冷了 再放最后一次吧 之后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是啊 皇后娘娘面色不佳 也得仔细着凤体 臣妾今夜会继续去安华殿 为二二哥诵经祈福 贵妃有心了 臣妾可不比嘉平 一心只顾着自己的肚子 二二哥都病成这样了 哪个贱病 还有心思放风筝 去瞧瞧是谁 也不知道姐姐看到了没有 这么高应该能看见了吧 主 主 皇后娘娘 拿着 请皇后娘娘 贵妃娘娘安 海贵人安 二二哥病重 你竟然在这里欢天喜地地放风筝 你简直是全无心肝 皇后娘娘别生气 海贵人一向和冷宫里的乌拉那拉是交好 她非要在这儿幸灾乐祸一下 放个风筝撒个花儿 您就由着她去 小人得志能有多久 皇后娘娘 臣妾不知道二二哥病重 绝对不是故意在这里幸灾乐祸的 嫡子病重 你海贵人竟然不知道 还真是冷心冷肺啊 香囊 皇后娘娘 这是当年海贵人送给冷宫里那位 凑做一对的梅花香囊 海贵人对这香囊 还真是日日待着呀 看来对冷宫里那位 还真是情深 毫不关心咱们的二哥 你这么喜欢 在御花园里放风筝 那就给本宫跪在这里尽心思过 皇后息怒 臣妾不是故意的 臣妾绝对不是故意的 这天气怕是要下雨了呢 那就正好 跪在这里足足两个时辰 等着大雨冲洗干净这肮脏心肠 娘娘 皇后娘娘当心 娘娘 别跟她置气 咱们顾着二个要紧 娘娘切勿动气 娘娘娘 主 姐姐 主 姐姐 主 姐姐 叶欣姐姐 山还没到 等一等 叶欣姐姐 山还没到 等一等 叶欣姐 山到了 主 主 主 起来吧 山到了 可以 姐 我们回宫了 主 来 快起来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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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去吧 主 主 不许跟着我 主 主 主 谁都不许跟着我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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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